過年了,我是劉奶爸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個年菜的抽獎 年菜抽獎,可是呢 這個年菜抽獎我們等一下回答完問題之後再來講 好,我們先來講一下今天的問題 好,這是今天 今天的提問,本來是119封嘛 我們已經回答10幾封了 再來看 請問劉大哥有幫人設計網頁嗎?和管理網站嗎? 另外,沒有使用信用卡能夠幫你分期付款嗎? 我對電腦不熟悉,要如何才能儘快上手呢?謝謝你 好,有幫人設計網頁或管理網站嗎? 我自己是沒有啦,我朋友當然是有啦 那網站上呢,也有很多人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請你去找別人就可以了 因為我本身只有在做顧問服務 就是你想要去了解網路行銷 或者想要學習網路行銷 想要學習怎麼叫網站 想要學習怎麼管理網站 這個我都有教 所以呢,我沒有幫你代價網站 沒有幫你管理網站 另外,沒有使用信用卡能夠幫你分期付款嗎? 目前答案是不行 因為你沒有信用卡的話 我也沒有辦法去qualify你的信用等級好不好 沒有辦法去審核你的信用等級 所以就很抱歉 然後我對電腦不熟悉,又如何才能儘快上手 對電腦不熟悉,最容易上手的方法就是 看完我的教學影片之後馬上實作 遇到問題之後馬上提問好不好 好,這個就是我們學員的專利 我們學員可以在我們的學員專區 LINE的群組裡面呢,有問題馬上提問 好,那我會教你怎麼樣去用LINE的截圖功能 馬上提問 好,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好,下一個問題 好,下一個問題 全都想學習好,那你趕快報名吧 反正越早報名越便宜 越晚報名就越貴 好,然後越晚 早報名的呢 那以後呢,一樣能夠看到新增的課程 好不好 因為我推這個終生方案的名額是有限的 那有限的 好,所以早點報名 以前去年報名的人都賺到了 後來新的課程都免費釋出了 所以早點報名吧 下一個問題 創業期間的失敗經驗 之前好像有提過了 失敗經驗 就是花了廣告費 然後東西賣不掉嘛 好,這個就是蠻失敗經驗 那為什麼會賣不掉 因為 之前好像賣過那個手工罩吧 幫人家賣那個手工罩 可是因為 特色的強調沒有做得很好 然後競爭者非常多 那價格又比其他同業稍微高 所以那是我覺得 那一次幫人家賣手工罩 我覺得不是很成功的案例 因為賣的數量沒有太多 那我最失敗的地方就是 沒有完全透徹去了解這個產業 那為什麼呢 因為時間有限 然後我並沒有收費 就是 只是想要試試看好玩的心態而已 沒有去深入了解這個產業 然後本身也沒有化工的背景 我知道那個手工罩其實它 要有一點化工的背景 必須要了解它的成分 還有它 比如說敏感性肌膚不能夠用哪些成分 那你要讓客戶了解你真的是專家 這樣才好賣 不是說這個東西 外表包裝漂亮 或者是結合時事 或者是結合話題 或者什麼的 然後你就想要把它賣好 當然那個是有一定的成效 可是 畢竟這個跟身體接觸的 手工罩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 還是要了解 我從客戶反應的過程當中 我知道 原來有很多人 他們是有過敏性的肌膚 那 如果你沒有去了解 這個化學成分 對他們的影響的話 我沒有辦法去回答那些 敏感性肌膚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敗筆 也沒有花太多時間去研究這個東西 因為畢竟那不是我本業 只是幫朋友帶操作 所以那個是我覺得蠻失敗的經驗 好 下一題 資訊型產品 網路行銷SEO優化 資訊型產品就是我講的數位商品 就是舉凡CD DVD 線上影片 音檔 然後網路行銷SEO優化 這個在我們的課程裡面都有提到 所以 所以這個題目太大了 反正你只要長期關注我們的八點檔 我們常常在談這些東西 好 好下一題 這個問題比較有趣哦 以下非抱怨而是提問 如果冒犯請見諒 為什麼買新書拿正品流程要這樣設計很麻煩 會刪掉一些人 我的推測於刪之中 而且 如何說服 並保障填寫人 個資不會流出 這問題很簡單 買書為什麼要流程要這樣設計很麻煩 會刪減掉一些人 因為我不care這些人好不好 因為呢 你想要拿正品的人你就不會在乎他忙不麻煩 除非你覺得這個正品你不需要 那你就不要拿 如果這個正品你很很想要 那你就過來索取 只是呢我想要知道一下哪些人他們是比較想要取得這些東西的 如果說我免費釋出的話 那 免費釋出顯得他一點價值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 覺得這個正品是你很需要的 你很想要的 那你就會主動來拿 那我比較鼓勵 這樣子啦 就是 你主動的人你就容易成功 你被動的人你就容易失敗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我並沒有強迫大家一定要來拿正品 有需要的人再拿 再拿就可以了 第三不附在書上的原因是否要藉由po文在FB加LINE 填資料等動作分別增加FB曝光度 加LINE潛在客戶行銷族群 取得有效使用網路的客戶名單嗎 這是對的一部分 第一個就是不附在書上的原因是因為DVD已經滿了 因為DVD的容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的所有的影片沒有辦法全部放在DVD裡面好不好 然後 你講的這個也是對的就是增加潛在客戶 然後 有效使用網路客戶名單 當然這是我們做網路行銷一定要做的 如果在做網路行銷又無法取得潛在客戶名單的話 那你就白做了 好 所以你這個問題是沒有錯的 也就是得到禮物的人或是比較認真要學的 沒錯 沒錯 因為比較認真比較主動的人 他肯定是比較想學的人嗎 所以你講的沒有錯 好 下一題 如何打造網路行銷的被動 被動收入模式 感謝劉奶爸 我跟你講 全世界沒有什麼叫做被動收入模式 那個都是 一種吸引人家來加入的 的 行銷 說法 這樣講會不會被打 被動收入的模式 就是被動收入就是指你今天不不工作也有收入 這個叫被動收入 那大部分會跟你講有被動收入的產業是什麼 傳直銷嘛 就是傳直銷的上限 告訴你 我只要你只要當著上限你底下的那個下限會幫你做事嘛 那你就有被動收入了嘛 另外一種就是包租工嘛 包租工就是你今天有房子出租 然後人家就只付你租金嘛 那你就不用做事就有收入嘛 類似啦 或者是投資嘛 可是 真的完全被動收入嗎 真的嗎 你去想一個問題 包租工你難道不用去看頭看尾 照顧你的房子嗎 然後難道景氣不會變化嗎 難道房子不會折舊 或者是 屋主每個人 房客每個人都那麼安分守己 每個都那麼乖嗎 你難道不用去操心嗎 所以你說他完全主動完全被動嗎 那傳直銷 你說傳直銷的上限不用去照顧下限嗎 如果上限都涼涼的沒事幹 你覺得下限就會 非常努力幹嗎 這是你要去思考的問題啊 我們當初十幾二十歲的時候也是覺得 傳直銷的制度非常好啊 這個只要努力一陣子就輕鬆一輩子啊 事實上你去看 大部分的傳直銷的上限 哪一個人不努力啊 你覺得哪一個人不努力 所以不要被這個被動收入的 這個名詞給迷惑了 沒有 那一種說法讓人家感覺好像不需要努力就有收入的感覺 但看你 看你個人怎麼去解釋這個 這個被動收入這個名詞 我個人是覺得 人一輩子都在努力 沒有那個不努力的 人一輩子都在努力 直到哪一天 直到你存款夠了 你退休了 你不想再為了錢工作 而是為了你的興趣 那如果說 你現在賺錢的模式已經是你的興趣了 那恭喜你啊 你現在 你不得不賺錢 但是呢 你賺錢這個工作是你的興趣 那就不叫工作啊 那就是你每天的熱情在迫使你去做這件事情嘛 不是為了錢去做這件事情嘛 那很多人說 他好想退休 那表示什麼 表示他現在的工作 他現在在賺錢的這份工作 並不是他的志趣 所以他沒那麼大的熱情 所以他做起來會覺得痛苦 很想要退休 所以 去思考一下 你的生活到底要怎麼過 下一題 如何行銷賺錢的經驗 我們這個看書就好了 成功的分享 這個書裡面已經有寫了 看書就可以了 還有就是八點檔 我前幾天也有講很多了 可以去看一下 翻閱一下 你看我的八點檔的那個Light A的上面 或者是iPhone的話 可能是在下面吧 Android的好像是上面的 那個小房子的符號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過往的以前的那些記錄 都在上面 好 下一題 想了解你腦袋 腦袋裡的東西 有啦 你每天看八點檔 你就會了解我到底在想哪些東西了 好 下一題 所有網路行銷的事 對啦 每天看八點檔就好了 我都有講 好 下一題 你那麼忙夫妻相處之道 與親子教養如何兼顧 哦 這體問的非常有深度哦 你那麼忙 你怎麼知道我很忙 其實我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忙 我大部分 我大部分是很少會外出的 除非出去玩 或者是跟朋友有約 那平常我是沒有外出的 所以其實我沒有很忙 應該說我很忙的時候也是在家裡忙 那我在家裡可能就是錄影片吧 然後回答學員的問題 然後研究新的網路行銷的知識 就這樣子 夫婦相處之道 就是 我們很少會吵架 然後 好啦 即使有吵架就是頂多不講話嘛 然後 然後生氣 吵架生氣不過第二天 就是 就是隔天睡醒之後就忘記了就這樣 親子教養 其實大部分都是老婆在教小孩 然後呢 以身作則吧 就是爸爸不要做壞事 小孩就不容易做壞事 就那麼簡單 所以就這樣子吧 因為我小孩功課也沒有很好 所以 所以 呃 精子教養應該怎麼講 只要你爸爸不做壞事 那這個 以身作則 那小孩子的品性就不會太壞 那他如果做的不對 你就糾正他嘛 那功課上 我其實是沒有很care 小孩子的功課 我只是希望 多發覺小孩子 到底是 哪一方面比較強 哪一方面比較擅長 哪一方面是屬於他的天賦 那 要發覺小孩子的天賦 其實是 其實是蠻困難的 對我來講 你必須去要 因為我有兩個小孩 那 一個小孩比較主動 一個小孩比較被動 那比較主動的呢 你教養起來會比較 呃 比較輕鬆 因為他自己會表達自己的意見 他想要做什麼 他自己會講 他喜歡什麼 他自己會反應 他會講 那比較被動的小孩呢 他 非常隨和 他常常會講 隨便啦 啊 那你喜不喜歡那個 隨便啦 那你要不要去做什麼 啊 隨便啦 要不要學跆拳道 啊 不要 要不要去學小提琴 啊 不要 要不要學鋼琴 啊 沒興趣 送你去學英文 啊 好 壓力好大 那 那這種小孩就 就真的 比較傷腦筋 啊 我們這兩種小孩都有 所以呢 要比較 花精神在 比較被動的小孩子身上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 小孩子可以早一點 發覺他的天賦在哪邊 因為我自己也是 小時候功課很好 可是到國中之後 我功課越來越差 那高中也沒考上 就去念職業學校 然後上二專 一直沒有 一直沒有發現自己到底擅長做什麼 是一直到後來 學了電腦之後發現 電腦這個東西我還還算 還算比較容易學習 比較有興趣 然後學的可能比一般人稍微好一點點 可是我也是 撞牆旗撞了一年啊 就剛開始退文那時候 從Windows 從DOS變成Windows 然後 連複製拷貝都不會用 然後那個時候 跑去聚將電腦學電腦 學了好幾百個小時 然後 總算對電腦非常的熟悉之後 才慢慢走向這個電腦教學的 這一條路 所以你說 有時候天賦跟興趣 你要去找出來 其實他是經過一段時間 去培養某一項專長 那一項專業的項目 你慢慢培養起來之後 你興趣就開始產生了 所以這個是相輔相成的 但是你一定要持續去做 持續去發掘 這是真的 要花時間在這邊 好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個題目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這次要抽獎的東西 好 這次我們要抽獎的 就是這個 午菜一湯6-8人份的年菜 那這個年菜是 詹威航先生提供的 這是我的學員 我的學員他在賣海鮮 還有在賣年菜 然後他提供兩份 他提供兩份 那他提供這個午菜一湯 這等於123456 其中一個是湯吧 所以就是真品佛吊牆 梅干東坡肉 鹿龍烏骨雞 櫻花蝦 普燒米糕 富貴砂鍋魚頭 浮塵蝦捲 然後呢 一樣 我等一下會留 在那個網址列裡面 會留這個 一個網址 讓你們去填寫 你們的那個 姓名 就是你要參加抽獎的 那個姓名資料 那一樣你就是要回傳 你跟書的合照好不好 就那麼簡單 就是 你有買書的人才可以參加抽獎 所以 所以那個 如果你沒有買書的話 就趕快去 網路書店搜尋 牛奶爸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書 然後你去買書的話 跟書合照一張 然後上傳到這個網址上面來 然後呢 我們會在 應該過兩天吧 下禮拜一好了 今天是禮拜三 禮拜三 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 我們來玩抽獎遊戲 那上次 上次那個 民宿的度假券 在那個2月1號會展開抽獎 所以你要參加民宿的話呢 你也要 你翻回去前面的 那個我們活動的內容 我去看一下 那這次的活動是 抽這個年菜 兩份 兩份 湊出兩份 湊出兩份 所以想要參加的人 趕快去 把那個 你跟書的合照上傳到 我們提供給你這個網址 來做這個遊戲 好 那我們網路行銷八點檔 下次再見 拜拜 進去 這次的節目 還有這個遊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